下集不需要吃 好 开始了 第二集的ACG ACG狂徒 今集找到李中兴先生 兴兴并老死 所以第二集一定找他 大家对于讲漫 其实在论坛上特别是阿兴成为一个都挺争议性的人物 但是我今天希望用一个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件事 所以我本身我自己也不是做漫画做得那么多 但是因为本身我想我自己到现在为止 做了一本雜誌PC Game Mini 我可以去做了成七百多八百期 我做了一本PR做了四百多期 我可以做了一本GAME ONE做了不少受欢迎的游戏 我认为多少有少少资格去讲一讲创作的东西 大家看到旁边其实会看到是《黄蜂雷传》 一会儿我们想谈讨一下关于《黄蜂雷传》这个故事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阿兴有一本比较好看 或者大家觉得网迷都觉得比较受欢迎的作品 到时大家会谈谈这件事 第二次我会谈谈这件事 第一次我先想谈谈 关于最近网上经常都在吵的一个名词 叫做影子主笔 我先说一点点 就是上一次吵的一件事 其实最主要就是 话说就是有一个读者 就是看到有一幅画 就是好像是《尸黑龙》双子棍 那样吐到那个边那里 具体的话我就不知道 因为那天我就是和黄先生 黄蜂郎和德 康智德 和廖先生 廖瑞言 吃饭的时候突然说回这件事 我才去看回去 发现那些读者的感受 就是觉得那东西很厉害 所以说出来就是 《尸黑龙》的感觉回来 但是张发眼 我就是 免得开人名字 大家知道哪个 他就说 其实比例在各方面都不对 比例都不对 言下之意 就是以他的眼光看那件事 就觉得这些都不是那么好 当然他一直都在评论 就是影子珠笔这个制度是很有问题的 当然 方家很多读者都不太明白 什么叫影子珠笔 甚至 其实电影 也有很多的影子导演 执导那些 作为影子导演 其实全个 創演产业本身都是这样的 不知为什么 对《港漫》呢 特别挑剔 这样 这件事其实存了很久 还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 譬如像马维成 到现在为止 都觉得他是不是自己画的 但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 我知道是真的 他自己画的 圈 波波 细稿 放来 但是故事 都是他自己去认识的 但是那些人都不太相信 但黄浪 没有画 或者有些 比如春秋战虹 他有画 他有些人不太相信 大家都 其实总之 总之就好像 有人偷人的东西 那样 我那次跟牛佬 有聊天 我讲开一件事 有人提过 为什么那个老祖宗 会那么受欢迎 牛佬 你知道是智者 他就说 你觉得老祖宗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怎么那么厉害 会出来 一个原因 就是智者 因为对手是王小虎 抬起了他 当然 他说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你那个对手是谁 譬如你一本书里面 原来很多角色 已经很厉害的 你找一条牟尼泥 和那个人打 那个角色才会射得起 是吧 但是还有些 就是应该是 万有当时 应该是套入了老祖宗 但这个很重要 他个性 这个就是创作上的 我一讲平台 就是平台 譬如你假设 如果没有龙虎们本身的结构 已经是铺垫了一个基础 和有一群对手是龙虎们的群鹰 在这里 你老祖宗 你的对手 如果你是自己打自己 是不会认的 就是 譬如 超人 你找个超人 那 你说 例如 一些人 我的原因 不是 那些真的是 对手 那些图宗 因为他把人魔疼 放入 曾几何时 有ெ 我有看一下 出來獨立 做一個背飛的主角 這當然不成功 為什麼會有風雲訣 就是因為靠兩人拍跳 擠氣的那個人 所以這個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我們談就是 所謂的影子珠筆 其實你自己如果很強勁 其實就不需要拿別人的平台來寫 你自己寫就行了 你什麼要拿別人寫 如果你拿別人寫的時候 放了個角色下去 然後先說自己的角色是很強勁 當然有問題 你一定是這樣的 你怎麼看 譬如影子珠筆 其實我之前已經說了 我們這行中大致分兩種珠筆 偶像的 影子的 偶像的意思是自己的風格 魯鳳 劍橋 阿森 他們 幽鳳龍 他們自己的家 影子 不是說他那麼強勁 他在背後上面 圈告的 那些人都很厲害 那些人都很厲害 但是問題在於 這些是否叫觀眾員 我不知道 總之可能是需要借助 某些人的命氣 是的 那他就會很厲害了 但是他勾出來的 行不行的話 那就要看回市場上的評價 即是很現實的 這件事 即是你說到你多強勁都沒有用 你要由市場去決定你 究竟你有多強勁 甚至乎 你可能只是適合這類型的東西 你設定靈都不行 偶像是認識那個點 影子那邊也同一道理 你不一定是做和的 影子 或者做偶像影子就不行了 其實這個影子就有點貶易 但其實我覺得是 你又反過來這樣說 其實這個行業很多地方都有的 真的 譬如電影行 導演 很多執導 都是有的 相符相成的 因為他那個角度裡面 以最快的時間 得到最快的東西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已經過了你那段時間 其實是很簡單的 影子 如果你真的有貶到的 那你就不會是影子 對嗎 即是很多 即是肥娘 肥娘曾經在這個 我想肥娘寫《我而為王》 其實都是不小心 即是因為有一班人走了 突然要貶了一本書 然後牛腦給了機會去寫 但因為他不行的 他真的講了故事 他剛開始都是牛腦給他的 給他一個機會去寫 那最後他碰到 他便會自己化了位 那你就算過去那邊 肥娘是寫《黑炮》的 是吧 寫《黑炮》 《黑炮》是第一期的精湯本 是馬Sir的戲 你都會說他影子絕筆 但最後肥娘是因為他的霸氣 和特別的寫作手法 令到你很快已經分到他 他就不是影子絕筆 他就會變成影子 慢慢演出真身出來 還會蓋過支持 是的 所以這個其實關鍵是你的能力 重點重點 都是一個項目 就是你情我願 這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其實那個稿費 很多影子絕筆賺你錢都不少 所以我剛才跟你說的 你要先放棄某一件事 是的 那你自己選擇 是你這個選擇 我們經常覺得 現在有些版權 譬如大陸這些書 有些版權 自己有版權 其實我是很熟大陸的市場 其實很簡單的 這些版權 寫完之後的版權是屬於馬牙家的 但是他收到的股費 以及他收到的版稅 就是靠版稅 我們講講香港有個例子 譬如Cusson 這樣才算 Cusson這些版權都出了很多本 他的版權是他的 他交給出版社出版權 但是他收到的錢是什麼 他不是收到股費 他收到分版稅 一本的書 版稅可能只有7%至16% 我當有10%版稅 你一本書出了精裝書 一本可能賣幾十元的一本精裝書 那你賣到一千本 可能收到幾千元 那賣兩千本 可能也收到一萬多元 那一萬多元就是你那本書 百多張的稿費 那你收到股費 那你收到股費的錢當然少 那這個是商業決定 如果不是 你現在將股費你蓋稅 現在我不知道玉記 究竟收到幾千元 蓋稅 我所知之前 都好像三塊稅一張圈稅 三塊稅已經高了 是啊 現在越來越差 那麼低 都可能是兩三塊稅一張稅 很厉害的時候 可能到四五百元都有 應該以我所知 最好景的時候 一張 你自己猜不說 一張稿費 一張稿裡面 用了一千元錢 鋪勻了 前後 哈哈 那你記成一張 是啊 當然這是連藝花黃 是啊 所以每個稅費很高 所以相比成本貴 都是涉及了廣萬那個 因為這麼貴 就是涉及了那個 我們的題材 不能太過寬 這個都是直接有關係的 假設你是寫到便宜的 即是稿費便宜的 那你就可以寫一些無厘頭的故事 玩也可以 即是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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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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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